一對男女在街上 你爭我吵越吼越大聲 一群人扭打成一團 情緒激動 誰也不讓誰 警方互報道場 迅速隔開雙方 但女子還是不斷直直大罵 一名男子被遠景壓倒在地 控制行動 另外一邊也被警方團團包圍 就怕衝突一觸即發 超危險的 因為怕我們經過的時候 會被他誤刪到 因為又帶著小朋友有沒有 就行動也是比較 不像就是像 沒有到小朋友那麼方便 有些爭執 有些喝醉酒的 然後醉倒在路邊的 吵架的 跟人打架的 其實都蠻常看到的 街頭大亂鬥 就發生在新北市三重仁義街 四號下午四點多 當時一對男女 因為感情糾紛大打出手 附近居民全都嚇壞了 當時男子拿著武器 來到女子的住家猛愛門鈴 希望能夠見對方一面 沒想到遭女子拒絕 他竟然是砸毀路邊 停登的車輛 車子窗框凹了進去 板金也些許受損 警方調查27歲的朱姓男子 因為愛慕27歲的私姓女子 經過長期的追求都沒有結果 就在四號傍晚持刀鞋威脅 還說真的很想跟對方一起生活 女子嚇壞了 找來男朋友與其他有人求救 沒有想到發生街頭對峙 朱姓男子公稱自己疑似連絡不到私姓女子 於是心情非常郁悶 隨意的持座椅內的鐵錘 及水果刀砸毀路邊的車輛 一起感情糾紛 只因為追不到女孩 已經用了暴力手段 最後不僅沒追成 街頭亂動的恐怖舉動 還引起居民恐慌 記者是夏曜珍 李傑西門市三郎報導